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货 今天是来宝卡拉的第二天了 昨天费尽周折,忙碌的一天 终于把房定下来了 然后我今天早上就付了10天的房租 因为我打听到周边的房租都比那里贵 所以我觉得信价比挺高 我都直接多付了一点 然后今天的话 我准备去拍摄一下他们尼泊尔当地的一些食物 其实没来之前 我就已经就是做过攻略了 我就想尝试一下他们这边的叫什么嬷嬷 当然了在我眼里 我看着和我们北方的包子差不多 我觉得味道的话 我很想尝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样子和中国的饺子包子样子太像了 然后再尝试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些小零食 和印度的小零食差不多 那叫什么翠球饼 以前经常在网上刷到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吃吧 今天我就体会一下 现在来这个公园散步了 这个公园白天也有很多人在这里什么跑步或者好多人在这里坐在草坪上聊天什么的 因为这边树比较多比较凉快 看看这边的小零食吧 其实昨天就看到了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吃着啊 他这个有点带口音我有点听不懂 好像是那个100的意思啊 好像是他们当地是100的意思 行我给我拿一份 来一份 我发现他们这个尼泊尔和印度这个不仅仅人长得很像啊 他这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种 然后他们这些饮食什么的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你比如说爱吃什么这个土豆啊 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豆我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然后里面还有洋葱 洋葱 嗯 还有黄瓜 黄瓜 哈哈哈 我说了他学一句 这个好吃吗 这个 嗯 吃了吃了 啊 妈妈妈 哼 怎么 怎么还有这个葵花啊 哦 还有葵花是吧 哦 还有方便面 嗯 嗯 干脆面的啊 这什么蜜 就是佐料啊 调味料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还有最后的 这是 大米花 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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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哈哈哈 他感觉好笑啊 他感觉好笑啊 我说不要不要 他感觉好好笑 哼哼 哼哼 不是他这哥这些佐料 我觉得吃完了人健康吗 他这哥这些佐料 他这哥的有点有点太多了这个 健康健康 嗯 一点点 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一点点 辣椒面整点 什么刚才是盐还有味精 这啥呀这个 这没了空了 嗯 这是醋还是酱油 我说怎么办这个 嗯 哎 这有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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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啊 啊我我尝一下是吧 好的好的 我尝一下尝尝尝尝尝尝尝 尝尝尝尝尝 快 他们这钱我有点认不好啊 那个毕竟刚来嘛 这两个五十的 一百 好 哇 这东西还是买多的 这一百块的话才几块点 才五块多 嗯 好了 一边走了一边吃吧 到这上会路吧 刚才那小零食吃了几口啊 太辣了 我有点吃不了 我这人比较爱吃素的东西吗 他那个味道太重了 所以吃了几口就给旁边 那个 那小孩了 那小男孩给他们吃了 他们倒是比较喜欢吃 呃 一会儿现在这这边再散散步吧 散散步 看看这边的景色 这边的山山水水什么的 看看这边山山水水 然后一会儿再找这个吃饭去啊 哎 找到了一个 这个他们本地的一个餐厅啊 哎 这前面第一个就是那个饺子啊 饺子他们这边也叫摩摩啊 摩摩 然后还有这个炒面 面包 还有这个烙饼啊 哎 这一会儿我尝一下他们这个本地的奶茶 据说这个尼泊尔的奶茶 这个特别的正宗啊 就是他们都是县主的奶茶嘛 他那个奶味儿特别香 然后我问一下这个老板有没有这个摩摩呀 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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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点了那个两份奶茶呀 还有一份一份这个饺子呀 这叫摩摩的饺子 奶茶上来了啊 奶茶上来了就是有点热呀 我有点烫手 那个我尝一下呀 太甜了 嗯 虽然它这个奶味儿非常浓郁 因为是现主的嘛 嗯 就是太猴了对于我来说呀 不过他们本地人是超喜欢的 他们本地人爱吃这种甜食啊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甜食为主 和西方人很像 所以这般人也很容易就是容易发胖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然后这是那个刚才放在这个桌子上边啊 放在桌子上边啊 就是他们餐厅提供的免费的饮用水 他这个免费饮用水就是没有提供杯子 当然这个杯子是我后要过来的 和跟老板娘要过来的 因为他们本地人就不用杯子喝水 他们直接直接喝 当然是不能是嘴对嘴的 嘴对嘴的 接触这个瓶盖肯定是不会生的 他们都是这样的 然后嘴脏大 然后眼睛头 像往里边灌的 就是我来的时候 从那个江湾都来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喝水 都是这种喝水方式 这种方式有个好处 就是这个卫生的啊 行吧 不过这个我的磨磨也该上来了 这个磨磨上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磨磨墙盖啊 这就是国内的姜饺 只是换个名字 然后这个是鸡肉味啊 鸡肉味啊 刚才我尝了一个了 味道非常非常好 和国内的味道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怀疑它这个东西是从国内 流传到这里的 然后它这个包的时候 还是有点虚烈的 这个褶子呢 比国内的要多 国内的没有这么多褶子 味道真的挺好 在这边能吃到这种面食 对于我一个北方人来说 也是一种幸福 我磨磨配这个奶茶太棒了 吃完了光盘行动了 真的挺好吃 我觉得比国内的蒸饺还好吃呢 也许是他们那边我觉得 这个分量给的比较足吧 这个蔬菜啊 还有肉什么的啊 挺纯的这个馅儿 好了 吃完了给钱的啊 刚才问的是250块 250块 哎 我这钱认不好啊 我还得看一下呢 100 200 250 对 现在到河边了 到河边了找到一份 我的饭吃个别的地方了 那个我一直那个 在网上看过别人吃啊 我也想尝试一下 今天 刚才问的老板娘说是150 一盘 那一盘大概是有9个呀 好 给我的来一份 这个 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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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板娘的刀工也是很厉害的啊 这条的速度 不是我就怀疑他这个手 都不怕切着吗 还是刀太顿了是咋的呀 是不啊 来 洋葱加点那个生菜头 多热都挺齐全的 是不是一会儿还得来点那个什么马沙拉呀 这老板娘有钱人呢 你看大金表 大金链的大大金表 人家是小金链的大大大金表 哎 晚上必须来烧烤啊 必须的啊 原来 这个尼泊尔的人 这个性格跟东北人很像 大金链的小手表 来 咱这呼吊面一遍哦 no spicy 啊对no spicy 这边年轻人挺多呀 大家看一下 一周围这边年轻人吃非常多 一对一对的 或者是有几个美女人的 在这休闲的聊天的 不过一会儿我不计要下雨 这边基本上每天一箱雨 今天这个雨来的比较迟 说实话我都有点着急了 就过点了今天这雨 待会儿买完之后 然后我尝尝什么味 剩下的就分给旁边人吃 给他们吃 这个醉酒别已经弄好了 给的还挺多 估计得有石子 我先尝一个什么味道 一直都想吃 来网上一直看这个 来细心念念的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这个味道吧 我感觉这个洋葱哥多了 虽然不辣吧 但是它这个是醋熬 是醋 非常非常酸 他们本地人比较喜欢 但是我觉得口味有点太重了 这口味 这样吧 我吃一个我也不吃了 我就送给他们旁边人吧 是吧 送给旁边的小姐姐们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来一个给你们吧 他们吃饱了 那我就给那帮小伙伴们吧 给那帮小伙伴们 他吃饱了 他吃饱了 然后就吃饱了 然后就吃饱了 我吃饱了 然后就吃饱了 那么这个店 我们都能吃饱了 你在这里 吃饱了 那里 我看救药